星列卫星与中国空间站擦肩而过 部分媒体就此事对马斯克发生抵制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马斯克的星列卫星在去年7月跟10月 两次威胁到中国天宫空间站的安全 使得天宫需要进行紧急避险动作以防止碰撞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督促美方尽快采取措施 避免这类威胁航天员生命安全的事件再次发生 中国已经向位于维也纳的联合国外太空事务办公室 关于此事提交了说明 有关太空垃圾的指责其实也是屡见不见了 比如中国进行的反卫星武器实验造成了一些碎片 使得国际空间站不得不采取躲避措施 这次实验是2007年的时候 中国用反卫星武器摧毁了自己的一颗退役的气象飞星 实验成功的同时造成了3000多片太空碎片 根据美国的报道 这些碎片在2011年和2019年两次和国际空间站擦肩而过 俄罗斯也进行过一次反卫星武器实验 这次美国严厉谴责俄罗斯这种不负责任而且危险的行为 看了很多报道 总体感觉这几个太空大国互相谴责对方是常态 特斯拉方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特斯拉销售数据 1月2号特斯拉公布了2021年第四季度及全年汽车生产和交付数据 数据显示 2021年特斯拉全球销量同比增长约87.4%至93万6千辆 第四季度特斯拉销量为30万8千辆 再次创下交付记录 在中国市场 根据成联会数据显示 特斯拉已经连续三个月突破5万辆元销 截至11月30号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在2021年度 交付量已经突破40万辆 达到413283辆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 中国市场对于特斯拉的认可度 最后 我觉得抵制不抵制的还是看个人 不过如果这个目的是要延缓 美国通讯卫星网络发展的步伐 可能意义不大 最有效的还是多发点上去 获得太空交通规则的话语权 广袤的太空 就像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的大海一样 向一切冒险者开放 先到先得 在没有明确且强制的规则下 比别人更快更强 才是取得胜利的终极手段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